張妮是遇到哪一種 我遇到就是 我很不喜歡計較的男生 譬如像說 我們有時候出去吃飯什麼的 然後我們之前出去玩 然後他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各副各的 就是全部人一起出去玩 然後我最不喜歡 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 然後他就可能說 這一次我們買單 5300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 那那個除以二是2000多少 然後他精精計較到什麼 5塊錢的那種 他都想要就是跟你計較 至少評分就對了 對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就是明明就是我們出去約會 我們可以你付一餐 我付一餐 但是譬如像我們兩個約會完之後 你就突然買單的時候就說 好啊 那現在 買單是5000多塊 那一除以二還拿計算機 你知道嗎 隨身攜帶計算機 對 沒有手機就有 手機拿起來 隨身攜帶計算機 我Y2K 太帥了 太早耶 我覺得妳的這樣還好 我的是去結帳說 他就說 我帶妳去吃 妳好辛苦 我最近妳好辛苦 我帶妳去吃日料 我說好開心喔 去吃完之後結帳的時候說 可是寶貝也說五百塊 然後剩下要我付耶 那多少錢 所以等於說他吃那個日料 他知道有多貴 對 然後他還帶妳去 應該是他自己想吃吧 對 然後我就 而且這不是一次 他還是 覺得一般吃路邊攤 他還是說 我忘記去領錢 因為他也是媽保險 我沒有去領錢 那妳先付錢 這種兩次就可以KO他了吧 所以妳還是A 我是完全都我付錢 這好像故意A妳的 這是故意假如說沒帶錢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天啊 怎麼有這種男生啊 所以這立刻會扣很多分嗎 會扣很多 但是就想說 算了他也是有一點工具 我之前有遇過 就是一個相處不錯的男生 然後我們就去酒吧喝酒 然後喝完之後呢 就是在深圳嘛 然後就 我幾個姊妹來深圳找我 然後他就一頓請大家喝酒 然後那個氣氛什麼 然後買單的時候 因為深圳是這樣 你點完酒就要立刻買單 因為他怕妳跑單 然後他就立刻付喔 然後付完之後就很帥 然後我朋友說 我姐妹說 妳這個男生真的不錯 妳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我說 好 我也覺得給 就很給面子 然後隔天起來 就是可能三百多塊的那個 就是酒錢 他就說 他微信我說 那個昨天喝酒的錢 是三百多塊 然後除以二是一百七十 一百五十元 那妳要是付一百五還是一百六十五 他就 他就叫妳說 他也給我選擇耶 然後我說 那帶一百五啊 因為他就多出十五塊 什麼意思 手術費嗎 妳還選嗎 妳還選一百五啊 我選一百五啊 我選一百五啊 妳就不會說一百七不用找 沒有 我想說十五塊 我都不想讓妳賺 然後我就立刻就是傳 就轉那個微信給他 我說一百五給妳這樣子 我覺得講這種話 真的很丟臉 我覺得很丟臉啊 真的很丟臉啊 真的很丟臉啊 妳是沒有遇過爛男人是不是 我有 就是不是跟錢有關的 沒關係啊 我是就是在熱戀期 我是比較容易就是 很快就愛上的 就是曖昧吧 然後我真的會情人眼中出息 是什麼種 包括錢那一點東西 我多付我都覺得無所謂 可是會讓我冷掉的是 他們回去期會慢 因為我會很在乎男生 一直說 女生很煩 因為我身邊都是男生的哥們 然後他們就說 這女生好煩 這女生很煩 所以我就很怕成為那個女生 所以我在跟我自己的對象交往的時候 我自己會注意 譬如說我們只是聊天的話 沒關係我們可以見面再聊 可是有時候我們是要安排行程 明天要去哪裡玩 約幾點 那我早上可不可以先去幹嘛 我想要知道那時間 然後偏偏這種事情回復超慢 我就會覺得說 我會一百八十 因為我一開始可能會比較甜 各種關心啊 然後很甜啊 但是呢 讓我一下冷掉之後 我就會一百八十度變 比較不回冷冷的 等一下妳問的問題是有多重要 需要她立刻回 對 就是需要知道明天的時間 或晚上吃飯的時間 我才可以知道我現在 有沒有時間去看 那妳那麼急 妳幹嘛不打電話啊 打不接 對 對 妳不要說 對 因為那男朋友就是 他每次都會說 可能我們安排 他說禮拜一要來我家好了 那我就會期待一整天禮拜一 我就會想說 那我們沒有這樣的時間 應該是禮拜一白天 可是有時候突然晚上十點 他才跟我說 我今天不來了 然後原因是 那我說妳為什麼不回覆我的訊息 我說 Hey when are you coming 然後他就一直沒有回 到晚上那種八九點才說 Oh I'm not coming anymore 這還滿討厭的 因為他原因就是說 我早上起來 因為我昨天工作很晚 所以我睡到一點才起來 OK 然後我帶狗去散步 我帶狗去散步 其實就是要 然後回來之後呢 我需要做laundry 我要洗我的衣服 然後後來我朋友來我家 所以我先跟他聊一下 然後因為我肚子很餓 所以我去超市買個東西 然後後來吃一吃 我才會給妳訊息 就是這種 我就覺得不是重要的事情啊 這種不回訊息 是很沒有意義的 不尊重別人 那我覺得衛生習慣更可怕 衛生習慣 就是我也很討厭 那我覺得男生 我會觀察如果他 我們共有一個洗手間 然後他的那個 上廁所完 然後那個 有尿在上面 我就會覺得 妳有在旁邊指導過他嗎 所以妳可以就尿到那個點 這不是我要指導 那妳發對準 從小就要知道的事 對啊 而且我也是男生 我覺得這裡有沒有指導 這個是妳要交往 一起生活之後 妳才會發現 可是有些男生是 妳第一次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種那種 遇過男生很喜歡就是 假裝要摸頭髮 但其實是在摳自己的油頭 然後摳完啊 然後之後他還會 摳 然後對 然後 他以為妳沒發現喔 彈啊 或是 不行吧 真的啊 摳摳然後再彈啊 這種 這種我不行 可是我不要 抓完頭髮 一定要聞一下 對 而且一定要有味道 對 妳好像是下 剛開始就是單獨 一起出來吃飯 真的準備要 滿差的 那代表他第一次 妳下一步是不是要聞 要聞 一定要有味道啊 沒有啦 如果一開始 曖昧的話 儘量不要 對啊 如果已經相處久 的話就可以狂聞啊 可以 對 我幫妳聞好 我幫妳戳啊 我幫妳挑動 好可怕 但是我覺得剛開始的時候 不行 就是妳還這樣 還有放片也不行啊 放片也不行 剛約會 剛約會 那種事情我也會 真的喔 一開始就會喔 不會假裝就是 先飄到旁邊 然後做這件事情 有時候會情不自禁啊 對啊 因為妳說P 妳不知道他就來啦 他就很...就來 對 可是那時候你們會 什麼反應 就還是妝不知道 就趕快大笑啊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有時候妳大笑 然後反而更用力就 負約機太雙了 對 然後她就 本來一直試圍一下 然後就 千萬不要太嚇唬自己的 妳知道講到衛生習慣 我真的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是...他的那一種 我覺得比低尿還要嚴重 他是那種跟你聊天 聊天聊到裡面 他是摳那個大拇指旁邊 那種動作 然後他... 妳以為是已經很熟是不是 在外面嗎 就也才大概在家... 然後好像也才交往 第一個月吧 他是一邊看電視就 跟妳講真的 今天發生怎樣 然後他是那種... 有沒有聞... 有 下一步你知道 而且要先搓 讓那個味道更濃烈 讓那個味道更濃烈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聞 就真的 他左腳摳完會再摳 右腳 然後還是在聞 阿公才會追求 然後妳到那時候 看到那時候到底是... 聞... 我到底在聞... 不是 因為大拇指 那個縫那個摳出來的東西 聞得很奇妙 很奇妙 很噁心 很噁心 摳頭妳也聞 摳腳妳也聞 就是人類就是很愛聞啊 妳不管摳男人 就想要聞一下說 原來這是抑下去的 是換身體的狀態 原來這是自己聞的 對 會吧 發現很多新大陸 真的 對啊 這一種摳腳我覺得 比摳屁眼還要嚴重 摳屁眼 誰會 不要摳屁眼 我跟你們講 真的 你怎麼說土手摳屁眼 那是因為我蛔蟲吧 因為 這個我能接受 而且我覺得還滿要去 要我的話我是摳大拇指 摳屁眼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摳屁眼還滿特別的啊 誰摳屁眼 我跟妳講 妳老公是痔瘡啦 因為有一次 我在房間看電視 然後我老公就過來 他就沾我這邊 然後想到 怎麼那麼臭 然後他就說 你為我這樣 但我是覺得滿好玩的啦 但是已經想到結婚了 已經結婚了 已經結婚了 結婚啦 這種就滿好玩的 所以他只是進去養 然後摳一下 對 然後沾進去 那有細菌吧 他想跟你真相 就偶爾玩一下 沒有啦 如果結婚的話 這樣是還滿好玩的 對啊 你不要揪壞小胖 你不要揪壞小胖 什麼啊 不行嗎 結婚之後都要這樣嗎 沒辦法耶 不行耶 可是妳會怎麼生氣 因為這不是一個 浪漫的舉動嗎 會一直大罵我會說 妳很噁心耶 妳怎麼那麼無聊啊 在腳裡側一樣 妳怎麼 所以是可愛的吵架嗎 不會啊 我是真的生氣的 可愛嗎 會罵他很噁心啊 因為我老公現在是在家 以前沒有啦 現在他是會 因為他是乾耳屎 他會把耳屎 掏出來一片一片 鋪在桌上 真的不行 很有成就感喔 是不是 妳也這樣覺得是不是 痘痘可能會 對 他就是這樣鋪一片 然後鋪一片 然後就這樣子 一整片這樣子在那個 然後會展示給你看嗎 而且他要鋪在很顯眼的 譬如說對比色 那種木頭桌上 才能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白色的 很噁心 然後妳要給他鼓勵嗎 說哇 現在挖出好多喔 我說妳很噁心耶 妳幹嘛這樣子 妳把它弄掉好不好 我不行 然後就這樣 滿天飛 不行啦 冷掉 這邊五項 是網路上統計說 男生NG的五大行為 就看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上榜的 比如說第一點呢 是愛愛時一直問大媽 這個我覺得 這個有時候是一種氣氛的安排 是一種dirty word的一種互相嗎 深論題比較不能接受 就是比如說 突然給妳一個 開放性的問答說 就是在進行中問妳說 所以妳剛剛這樣比較好 還是妳覺得 怎麼樣的姿勢比較好 妳覺得太多嗎 冷靜想說是 研討會啦 對… 他要把那個成績單 拿出來打勾 這樣我就不行 可是感覺她很在乎 妳的感受啊 可以不用現在在乎嗎 沒有 妳現在珍重我的意思 就是… 可以知道 我們結… 我們原本答應製作單位 不要講這些東西 沒有… 沒有… 對 就是在關係之中呢 我們可以在結束之後 我們在好好地… 再好好談談而談 對… 對… 就是… 加油就好 就是… 簡短的一些問答題 對… 就氣氛的安排這樣子 對… OK… 好 下一點呢 是什麼都我媽說 這剛剛前面有聊到 不行啊 所以這也是入榜的之一 然後呢 吃飯花錢每次AA制 就像張玲剛剛講的 對… 她比較計較 然後下一點是 滑手機愛看大奶妹 這還好吧 這好NG了 對啊 這還好吧 一定是小奶的人 會不喜歡男生看大奶 如果我有大奶的話 我就是… 就是一起欣賞啊 這樣子 所以就是 看她只要滑手機 都在看大奶妹 那我覺得還… 就是還OK 其實有時候也是說 就是女生會說 男生在滑IG都在看妹 不一定是大奶 可能她愛的 可能大腸腿啊 或什麼的 女生會覺得這樣很NG嗎 愛之華妹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女生自己也會看 因為你們也會看很多猛男 你帥哥 帥哥 你們的對話紀錄裡面 全部都是形狀的 也還會互相互相 你說澳洲的消防員年齡 之類的 消防員年齡那種 這還好 只要她不私訊他們 我覺得都沒關係 對啊 這很正常吧 而且她每次扣 不是你 就扣瘋啊 直接上榜了耶 那個真的不行啊 太噁了 扣香港腳 就是衛生習慣 但我自己覺得 女生有一個行為 讓我自己會覺得 有一點娃娃 就是 有時候在熟的時候啊 就是聊得還不錯 聊得來 結果她一聊嗨了 結果她覺得 就是有點太放鬆 然後她會Stand你 那一種我是 有一點會冷掉耶 就你知道嗎 講一講好笑 然後這樣 然後超大力 你說 你是在 你是在按摩嗎 沒有 因為這還是攸關職業啦 我們做的職業 應該是要扒來扒去的 我都私下 私下 私下不需要扒吧 你私下有被誰扒過 就是那種朋友啊 就是那種你覺得聊得滿來 然後平常你們兩個 單獨相處的 滿可愛的啊 然後就覺得她很 小俏皮 這樣ㄎㄎㄎ的 結果她一聊嗨 所以你挖畫是她力道大小 對 她如果只是這樣 這樣就OK吧 因為有些女生是會 嗨到她會 然後你會撞向她的 是沒有 但是筷子會掉 所以你挖畫是說 沒想到她是個大力士 對 我不是還有練 我跟妳講 最近我兒子也跟我講一句 同樣的事情 講一個同樣的事情 我兒子上國醫嘛 國中 他說他們班最近有一個女生 他看得真的是很不舒服 就跟你一模一樣的事 他說他們班有一個男同學 上課上到一半打呼嘛 睡覺 然後講 然後他們老師看到以後 就叫坐他後面的那個女同學說 叫他起來 然後我兒子說 那個女... 那個女生直接這樣子 後面這樣 然後我兒子說 然後我兒子說 那個女生 這樣 然後我兒子說 那女生有病 然後我兒子說 現在小女生都很強耶 所以他本來是覺得 那個睡覺很大聲 很大力他 我兒子說 那個在睡覺直接叫聲 然後我兒子 然後我兒子 他們不覺得是睡覺的 那個人有問題 打人的那個女生有問題嗎 他不打人啊 應該可以搖他 對啊 那個老師也只是說 叫他起來 所以那女生可能 踢個椅子或是說 撥一撥 對啊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別啦 我來見 他們不撥 我來見 你 吃 我來見 你 你 对